3月21日,中国互联网知名企业腾讯在香港召开记者会,公布其2018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,以及2019年公司展望。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,目前,消费互联网已经开始向产业互联网转型, 逐渐开始应用的5G技术将会对互联网产业产生重大的影响,甚至重构互联网服务形态。 当天的腾讯年度财报显示,腾讯在2018年度盈利接近800亿元人民币, 在2019年将主要向核心基础设施及前沿技术投资,以迎接产业互联网的发展趋势。 马化腾说,目前金融、工业、教育、医疗等与互联网结合后,已经从数字化向网络化、智能化方向转变,产业互联网已经越来越清晰。 马化腾认为,产业互联网前景很大,可以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手。 由于互联互通的数据十分庞大,未来的物联网,包括产业互联网都十分需要5G技术的支撑。 5G将对互联网生态产生重大的影响。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宽带移动互联网,因为它不仅是带宽高,它还根据不同的应用,它可以提出不同的质量的需求。 那么尤其在物联网,包括产业互联网,是非常需要有5G这样的网络来支撑的。 所以说我们当然是非常关注这些的变化,因为所有的基础设施的变化,包括终端的技术的变化, 都会影响和甚至是重构整个互联网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形态。